不差钱的小哥花了大价钱 买来一台全新的奔驰G63 至于到底花了多少钱 反正就是一台大机的钱 而他买来这车不为装插 也不为越野 更不是为了去酒吧 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暴力测试 从他这个下锅板车的方式就能看出 这也就是个玩具 而第一项测试先来个简单点的 带他去跑跑沙漠 毕竟作为一台硬派越野 跑个沙漠应该是他的拿手好戏 不过事实也证明 这种没难度的挑战 确实难不倒他 你看他在这小山丘上 那是姿态从容 第一项尝试顺利完成 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这个灯好像有点不配合而已 其他地方都还好 只是有点沙子 并没有什么大碍 下面开始另外一项 稍微难度大点的挑战 跳高高比赛 就是翻过沙丘的时候不能踩沙车 看看到底能跳多高 就这测试 一般人真的是玩不起啊 而这一次 不仅跳的高 还跳的远 这最少飞了十几米了嘛 就这一轮测试下来 热身算是完成了 车还是好的 可能维修费也就十几万而已 接下来将车拖到另外一个地方 开始下一项测试 刚才玩的沙漠 现在玩沼泽 前面有个不大的小水坑 作为一台硬派越野 通过这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小哥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就上车试一试就知道了 好家伙 直接砸出一个大坑 这硬派越野也确实够硬的哈 你敢相信这还是一台大G 而不是一台玩具吗 通过是不可能通过了 只能事先将它拉出来 拉出后的大G 农场老哥都看不下去了 而小哥却拿出手机 赶紧拍几张照片 先发个朋友圈再说 这种地方才是大G该玩的地方 当然大G还是大G 并没有因此变成赛机 他依旧可以上路跑 好好的一台车 被他们拿来这样测试 这最后一项测试 我也没看出是测试什么 反正就是一阵不差钱的骚骚坐 最后车子还是保留了下来 还得玩点别的才能报废 因为车主秉承的原则就是 如果你不将它玩报废 那修理费可能更贵